顺序对看变化来讲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想看变化的话 通常我们会画成折线图 因为折线图不只可以让我们看变化 还可以让我们预测 可以让我们看它的趋势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趋势 想要看变化 你的那个顺序就很重要 你的顺序 你的顺序很重要 因为你需要按照它的顺序 去排你的位置 然后看出你的图形 然后你就可以 你就有机会去预测 未来会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那个长条图 长条图是让我们很容易 Hello Hi 抓到了 没有画完就下课 你放学后留下来找我 除非你画好给我检查 不应该 我们会希望标点 因为那个点很重要 标点啊 那个点是代表那个时间点的位置 你也没画 你也没画 同学那个 刚刚我们不是针对你们班画了长条图吗 对不对 对 你知道刚刚那个你们班喜欢的那个还可以画成什么图 你知道吗 圆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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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大小圆柄图也可以看大小 圆柄图也可以看大小 那个也是比大小 圆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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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柄图主要是我们想要看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画圆柄图 圆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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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柄图主要是我们想要看什么的时候 圆柄图表全部所以我们是想要看这一块跟全部的关系 没错 圆柄图圆柄图 圆柄图它的重点在 这个是全部 没错 当我们很想看 我们很想看 我们很想看 我们想看 我们想看 部分 占了 全部 对 占了全部 也就是整体 的多少 我们想看 我们想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部分 占了整体 也就是全部 想看 全部 想看的东西不一样 这很重要 然后你那个图稍微画一下 因为这个圆代表全部 全部都让你看到 他特别想要了解 他特别想要了解 你这个项目 在全部里面到底占了多少 好 比 比 率 所以通常呢 我们都会把它转换成 通常不代表一定 通常会转换成 百分 百分率 我们喜欢这样讲 为什么喜欢百分呢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百分吗 百分 百分 一百分 对你有什么感觉呢 一百分 一百分就是已经到 圆满到顶了 对不对 已经满了 来把它写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百分 因为一百分 我们有一种满的感觉 所以考试分数一百分就到顶了 好 好好写好 把黑板的做笔记做好 把黑板的做笔记做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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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就考一百零五分 一百零五分是五分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 对 因为你 你满分是顶嘛 一百已经顶了 一百零五分现在 你只有五分 一百零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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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五分还是一百分 一百分 所以人家说 我对你有百分之两百的信心 还是只有一百分 因为最多还是百分之一百而已 了解吗 最多还是百分之一百而已 最多还是百分之一百而已 二百 富 富 好 如果你要讲说 我对你有百分之两百的信心 不如说我对你有两倍的信心 这样讲好像 可是我们讲百分之两百的信心 感觉好像就会很有信心 对不对 好 因为最多就百分之一百嘛 对不对 最多满 满的时候就一百分 满的时候就一百分 所以你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办法把刚刚你们的那一个资料 长条图转成圆饼图 长条图的可以 OK 真的吗 OK OK 等一下慢慢来 真的吗 可是我忘了 忘了怎么画那圆圆圆圆圆 首先我们会先画一个圆 对不对 首先我们会先画一个圆 对不对 对了 这个圆就代表什么 全部 全部是什么 所以对你们班来讲 这个圆就代表多少 二十七个人 二十七 二十四个班头就二十个人 等一下 以你们班来讲是不是二十七 所以 二十七个人代表这整个圆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 所以没有头发的那三个人怎么办呢 对 了解在讲什么 因为你们班真的是二十七个人 理解在讲什么 所以现在我的困扰来了 我这种圆怎么画的那么畸形 请问一下我会 我会 我会 在这里面先抓一个什么呢 大概 抓一个最大的 我会先抓圆心 对不对 然后 我就说 这个代表其他 然后我就说 这个代表那个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刚刚有 哎我们刚我们我们有有什么东西啊 足球 足球四个人 对 然后躲 然后躲避球 然后 赌辟球 赌辟球 十二个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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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球 三个 法式滚球 法式滚球 手球 排球 排球跟那个是零 零我这边 还需要画吗 为什么不需要 他根本就没有 那没有的话 我根本没有这一笔资料 没有这一笔资料我有办法画图吗 没有 但是你要把它标示出来 第一不能被标示 画不上去 你要标示出来 可以画上去 他说你要写在旁边 不能画上去 标示在旁边 等一下喔 可是我懂你的意思 可是我们要讲七年二班 喜欢的 等一下喔 这个我们不要 所以标题很重要 诶对 对 讲到重点 来很重要喔 我们再讲七年二班 喜欢的 老子 喜欢的 球类运动 喜欢的 喜欢的球类运动 所以刚刚的那两项 根本没有人喜欢嘛 对不对 所以我把它画在图形上 有意思吗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就不会画 表格我们也不会做 因为没有人喜欢他 好 然后因为有三个人没表态 所以就其他 所以这个总共加起来 有二十七个人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我问一个问题喔 代表这个圆我要把它 对 聪明 对嘛 所以我就要把它变成二十七等份嘛 对啊 一百份也可以 可是 可是重点是 这些人在瓜分 对不对 对啊 目前这个圆代表二十七人 不是吗 然后 既然是二十七个人 那就变成二十七等份 不是最简单吗 对啊 呃 好 所以二十七等份 哇 二十六千 所以要二十七等份 我怎么有办法把那二十七等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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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告诉我怎么做 等一下你电脑做是他帮你画嘛 对不对 那电脑是怎么画的 他是用算的对不对 对 你觉得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觉得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我知道 角度 就是那个 那个 我猜 两脚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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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的话你先把它切三分 切三分 问题是三分 什么叫三分 对 对 好 好 一百 有没有发现 你要三分 一百二十度对不对 对 所以你要量一百二十度 所以我与其他三分 我不如直接二十七分 对哦 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管好不好处 我跟你讲 怎么算都很简单 电脑会帮我们证 知道我在说什么哦 以色尔下去 其实也不用以色尔 你在Google 你把算式写给他 就会帮你算答案 重点在想法 重点不在怎么算 知道在说什么哦 好 所以注意看哦 基本上我就是二十七等份 然后因为你要教电脑怎么画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告诉他怎么画 告诉他怎么画 所以一个圆就三百六十度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请问一下 那 这一个要画几度 列算式就好 自己写 我足球 这里要几度 要算式的 你知道全部 你知道全部 二十七分 最好我能够二十七分 对不对 最好我能够切二十七分嘛 对不对 那二十七分 整个圆几度 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十度 所以这个 要画几度 好 告诉我怎么算就好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 乘以二十七分之四 对 好 也就是 也就是 除以二十七 乘以四 除以二十七 乘以四 想法不太一样哦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 除以二十七 先算出 一个人 占几度 对不对 对 均典你没有看我这里哦 三百六十 整个圆 三百六十度 我有二十七个人 要去瓜分 对不对 看看一个人 可以分多少 对不对 所以你是先算出一个人 要分几度 对 再把它乘以四 所以你要分这么多 对 所以这个是先算出一个人几度 对不对 另外一个想法是 直接 三百六十 乘以 二十七分之四 这个是直接知道 四个人 四个人占了全部的比率 是二十七分之四 对 我用这个比率去瓜分你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了解 把这个写法 所有的东西写想法就好了 不用算 不用法当生法 不是要画圆吗 那个圆先不画 先写算四 你已经画了先放着嘛 先放着 来 你们刚刚不是有列表了吗 对不对 在你那个表的下面 或者是另外写 或者是像我这样写也可以 就是足球 足球要画几度 写算四就好 不用算答案 因为 哈 来 每一个都要写 来 每一个都要写 它不是有两种在算 两种上 两 第一个 第一个两种都写 之后的你只要选一种写 好 这样知道 破掉了 破掉没关系 黏起来就好 有 拿个胶带贴一下就好 然后又紧紧一下 你先换面写 对 没错 她的说法是对的 你那张等一下拿个 那个胶带贴一下就好 你还没写 来 不知道要写什么了 我再讲一次喔 好 你要先把这个项目写上去 对 足球四个人 因为我们要画圆柄图嘛 我需要知道它角度几度啊 不然我不知道怎么画 那我知道整个圆代表全部啊 那全部二十七个人啊 那全部三百六十度啊 所以这三百六十度被它瓜分嘛 看一个人要分几度嘛 那它四个人呢 所以就四倍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这样算 两个算法都对 你也可以用 我全部就这么多 那你四个人啊 你四个人 占了全部的二十七分之四 我用这个比率去瓜分你 对 一个是直接算出一个人 还有一个是算数 对 然后你要用这个算法也好 用这个算法也好 把其他的全部写完 了解在讲什么 把它全部写完 不用算答案 对 写出像我黑板的那个算式 对 写出像我黑板的那个算式 你不需要算答案 你只需要写算式 你不需要算答案 你真的很想算 你再去算 你就 算第一个就好 算第一个 嗯 把第一个的答案算出来就好 原规 如果你有原规可以画图 对不对 没有原规的话就 随便拿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我这个就是一个圆嘛 老师 老师 只要两小 其实你们身边应该很多圆的东西啊 随从下面 随便拿个圆的东西画一下就好 我看隔边 是刚刚画的 你们自己有啊 你们的数量自己都有 第一个要反答案算出来哦 圆形 圆形 来 比如说它有两角器对不对 两角器是什么 半圆 所以你很简单 对啊 这样不是一半吗 再复制一下 不就圆了吗 对不对 了解 在说什么哦 你身边有很多工具 可以帮助你画园 要把你这边去掉 我没有 原规用规 你如果有原规就用规 因为 对对对 但是你只要选一个写就好 因为有两种算是嘛 对不对 两个都写也可以啦 你可以写一个就好 是这样乘以3哦 乘以4哦 就会算出来分数哦 对它会没办法整除 但是我们就 因为为了要求度数 我就会去算它到底几度 对 然后就会用640真的去除以3 就真的会除除看 因为不然我不 不知道那边要画几度 电脑就是这样设计的 他就这样 他就是这样设计 所以重点在想法 你要设计好 让 让电脑来帮你画图 先把算法写上 重点在算法 算法先写好 算法先写好 每一个人的算法先写好 你算法已经好了 你就可以画图 你就可以画图 然后 然后 那个 我好像东西放在黑带子 来 你去我的座位 有一个黑带子 你们常常去我那边拿 那个摄影机的旁边 不是有一个黑带子吗 那整个拿过来 一整袋哦 对对对 然后我们总共有几个要算 我们有足球 一二三四 六个 有六个嘛 对不对 没有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 诶 吃得上 诶 只要算几个而已 严格上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而已 这两个答案一样啊 这三个答案一样啊 这个答案 也就是说你只要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而已 所以你们把答案都算出来好不好 好 因为严格上 其实没有几个诶 对不对 这个会 这两个是相同答案嘛 这三个是相同答案 这个答案算一算 这个答案再算一算 总是你整桌跟下来都不够 其他 其他 因为刚刚有三个人没有 要算答案吗 要算答案 要算答案 算是列出来之后 把把那个答案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真的来画图 蛤 如果没有办法整除出来 没有办法整除 你就算到 算到小数第一位就好 到整数也可以啦 好 你算到整数就好 好不好 好 算到整数就好 算到整数 通常我们会算到小数第一位 没关系 你就算到小 算到整数也可以 不错 你很认真 很好 那你算一下 怎么算呢 来我教一下 你们不太会算的 我教你们怎么算好不好 来 凌轩今天很认真 那我们这个怎么算 你看 其实我跟你讲 你这个 来 谢谢你 里面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因为我被我拿起来了 我想一下我拿到哪里去了 他旁边有几个那个通 不是不是那个 好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自己去哪 来这个怎么算 我教你们一下怎么算 其实你们这个不会算 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 但是考试不行 还是他会 可是以后没考试 如果有可以用计算计的话 你们根本也不用会算它 好 这个怎么算它 这个基本上是 就是360除以27 这两个是可以约分 这两个可以约分 所以我们可以用9去约分 27除以9会得到3 然后360除以9 会得到40 然后接下来 这两个就没办法再除了 那那个4倍要乘到分值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变成160 对不对 会变成160 变成是160 那接下来你就要真的算 不然我们没办法画图 所以答案其实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这样我们没办法画图 所以我们会真的去算一下 你就拿160去除以3 然后我们会发现 3515这样 然后相减 13 然后再放多少呢 33得9 约53 所以大概是53 因为后面 后面接下来还是会3 对 那我们取到整数就好 好 取到整数就好 所以我就说它大概是53度 这样大概是53度 那我去拿工具给你们画 来你们先把它算出来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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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哪里需要原规可以 可以 诶 没有很美的一把 但是可以互相 好不好 啊 哈 至少 生蕉板 你们原关只要画个圆 就可以交给别人了 对不对 我有 好 对 严格上来讲其实你只需要 只需要算 这一个53嘛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你就是 一样自己去算 360除以27 但是他要乘以 乘以12 你刚刚不是已经约分好了吗 对不对 你刚刚已经约分好了 变成三分之四十了嘛 那你这时候乘以12 变得更简单哦 因为这个可以约 对 对 再好控下来的呢 对 变160 好怎么样 控下来是指 误差应该不太可能会那么的大 诶 等一下两脚切 切我一下 误差应该不太可能这么大 160 然后足球应该是 50 50几啊 足球是53度哦 你的足球不到53 你看哦 你的足球这一块而已 你看哦 我刚刚在讲法 对不起对不起 讲错了 诶 不到53 你有看到吗 嗯 因为你的那个圆心 有点歪掉 你有说那么那里 有说那么那里 它应该只有一个点 有那个点那么大 你好像会有时候弄那里 有时候弄那里 所以就会不准 嗯 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误差 有可能呢 这两个一样大 理论上这个 足球 53啊 然后这两个要再小一点 然后这两个又要一样大 对不对 基本上想法是对的 可是不应该会这么大的误差 然后可能 也有可能刚刚那个圆 不是真正的圆 知道我在想什么 好 这边 没有关系 你就 没有 你就跟人家借一下圆规画一下就好了 可以 画好的 圆规就可以借给别人了 谁要圆规 这里有一个 来同学你们告诉我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可以算出53度对不对 对 那这个可以算出160度 你对一下哦 篮球跟雨球算出几度 篮球 篮球跟雨球你算出几度 40度 两个都刚好40度 然后其他也是40度 然后这两个呢 我这两个呢 我这三度 13度 你我一百六 没错 你把它全部加起来根本不是360 少一度 少一度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都要那个后面那个有雨速哦 对 因为你是425路 对 425路 425路的时候就有误差了 对啊 它根本 比如说这个根本不是13度 它是13.3度 对不对 13.333一直后面嘛 但是你把后面都舍掉了 对啊 是不是少了0.3度 对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少了0.3度 对 然后这个也少了0.3度 所以加起来就差不多就一度 对啊 就少了那些了解吗 所以你的土只会差一点点而已 基本上它加起来 你要自己提醒自己 你加起来为什么不是 自己告诉自己哦 你加起来不等于360 是因为你经过了425路 对 所以不是它错 是因为你估计 425路是一种估计的方法 所以才会导致加起来不等于360 来你们用这一个去把圆形图画完 好 缺东西的自己 不可以用丢的 不可以用丢的 不会画的可以讲哦 对要写上去 就是你先写足球就好 那我等一下要告诉你 里面应该写什么会更好 好不好 好 你有时间就再画一次 因为误差太大 OK 对不对 你误差太大 再画一次 对再画一次 因为你现在有时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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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要把它全 你也有数字全部加起来 或者不然 好你是用24去算 所以你这个班级 只有24个人 了解我再讲什么 好 OK 等 有投票的我才写 我了解 我了解 所以你的这个图 是把这个班当成是 有投票的24个人而已 你这样是你的 你是针对这个是对的 没有没有认得错 好 你只是画的跟我们不一样而已 这个没有什么错 了解我在讲什么 但是你要小心就是 因为我们全部 就算他没投票 他仍然是全部的一部分 只不过他喜欢的 不是这一几个 他喜欢的是其他 所以有时候 我们那个原型图 里面还会有一个其他 因为他都不是这些 它是属于另外一些 因为他我们在讲喜欢的 其实也不用 但是 因为你已经都会画土了 对 你有时间想画也可以 因为你其实都画对 很棒 里面有两脚器吗 你还没画呢 你没有两脚器吗 不是啊 谁还没有两脚器的 他那边 你用完了就拿到前面放 如果你缺的前面还有 两脚器前面还有 有哦 不太会画的要讲哦 不太会画的要讲哦 我也来画 所以你的要大原规呢 对啊 也要大两脚器 不是一个老师要负责一个很大的 对啊但是 是 我都没有 未来画 那你们应该是我画完的时候 你们应该比我快才对 对对对 哈喽 来哦 有什么 对啊 什么 对啊 对啊 那二脚器 那些白色 应该是 一个 对啊 对啊 那他不想画了 我跟他画了 很多 对啊 无意 对啊 如果这边还有一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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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